一夜的無情狂風暴雨 上水燕江村大部分農田被水淹淨 菜籠多個月的新奴富之一據 由於打風的關係 這裡大部分農田都被雨水淹沒 水位足足去到差不多膝蓋那麼高 令到很多農作物都被摧毀 黎盛在燕江村多幅的菜田都被水淹了 菜苗全部淹爛了 也有種一些經濟價值較高的枝豆 但今次風暴令它損失慘重 他說本來這些枝豆一個星期後就可以收成 但因為打風要被迫提早收割 損失非常嚴重 差不多有四五萬元 這些採權都已經全部廢了 他說強台風偉心突是近十幾年來罕見的風暴 下雨我們有些坑可以去水的 但這次雨來得太大 現在多 不免得全部都浸了 燕江村位於低窪地大 多年來每逢大雨都會水淹 今次的水淹除了天災 菜籠還歸咎於魚部署阜老難尼 總之都是幾條村的 水都是由那條渠 很小的渠出水 變成出水出不切的時候 倒灌回我們的農田 令到我們每一次犯了紅穴 都是這麼慘重的損失 我們都在這裡很無奈 他說近期天氣欠介 農作物失收 菜籠收入已經大減 農戶曾經要求當局提供經濟援助 五大一隻都沒有回應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王家林報導 減逓 我們在一起 歡迎大家 請問他們